而实际上空潮老人在家中去世却无人知的事情绝不仅仅是个案 2013年7月上海市松江区一位巴巡独居老人被发现死在家中 保安介绍老人是北京人独居在新海家园 偶尔出来散散步买买菜 前些日子邻居们一连好几天都没有看见老人 而且楼道里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 于是报了警 同样是2013年7月上海杨浦区一位84岁的独居老人死在了自家的浴缸里两天 小区居民说老人去世起先大家都不知道 是因为他养的狗乱叫才引起周边居民的关注 2013年的春节武汉一名87岁的独居老人在家中去世 两个儿子都定居在美国 没有回家过年的儿子给父亲打电话 电话却一直无人接听 便委托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查看后才发现老人遗体 看了刚才这两条新闻 我的心里是五味杂陈 空巢之痛既有亲情的疏远 也有生活空间的孤立 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 居家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方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迫切性 但是老人孤死家中的案例却显露出两种养老方式衔接上的短板 这需要政府社区更加细化的服务 那除了在制度上确保老友所养 对于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 则需要子女多些陪伴 让赡养义务从责任回归到情感 对于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